政府終於推出了第一步 就是畫了一條的貧窮線 那梁振英政府都說他們呢 都會著緊的 這個是他那個競選承諾裏面的 重中之重 我們看看一些資料 因為都很忙 我沒有詳細的研究 但是其實在兩個星期之後 我會去講關於滅貧 在諸一崇拜裏面 我看著明報給我們一些資料 就說在職貧窮的人 大概是有537,500人 屬於156,700戶的 非在職貧窮的人 其實就有433,500人 事實上是很大的扶貧上面的需要 簡單點來講 這條線是怎麼畫的呢 貧窮住戶人數 如果一個人的收入是少於3,600元的呢 那就屬於貧窮者 兩個人就7,700元 五個人就14,800元 絕對沒錯的 我完全是認同了 如果一個人的收入是只有3,600元 我不知道它說扣除了租金沒有 但是事實上真的屬於一個較為貧窮的人 實際上香港呢 都是幾厲害的 那個的貧窮人口呢 是超過我們所想 原來都幾嚴重的 據 關於貧窮網絡的機構呢 給我們看到一個資料 就是香港呢 那個的貧窮人數呢 其實都是很厲害 甚至那個貧窮差距呢 是差不多 世界裏面呢 竟然是名列前茅的 那就是說 今天在香港 如果我們看到 不要只是看 繁榮的一面 有很多露宿街頭的人 或者有一些的人 他們呢 住在劏房的裏面 委屈不容易 但我自己很深的體會就是 今天 有些人可能未必 真的非常非常貧窮 但是呢 卻是生活不好過的 很簡單舉個例 昨天 十二一號 我教會有一對弟兄姐妹結婚 那呢 就 其實 那個新娘子 是教書的 那新郎哥呢 就是一個的IT人 但是他們都買不起房子 那呢 就駕雞隨雞 這一位的新娘子 就會 住在南家的家 是在鴨利州 但是她是在 粉嶺教書 那大家可不可以想像到 她結婚以後 每一日 要幾個小時起床 由鴨利州去粉嶺 好了 教完了 改完保 或者還未改完 很疲惑的 又怎樣奔波奴奴呢 那 在我自己的教會 也有新婚的夫婦 他們都是住在劏房裡面 因為 根本就是 買不到 樓來住 所以 那個貧款 完全是 幾厲害的 那 我們不可以輕忽 這些 那 甚至這個 的貧窮 其實可能是影響 下一代 你想想一個 貧窮的人 她的小孩子 無論是在讀書 一些課外活動 那個起步點 其實是一定差的 那 如果她要成功的時候 她要付的代價 就沉重很多 那 今天教會 可以做的是什麼呢 那 當然 其實我會覺得 首先就是 在制度上面 在政府的制度上面 有那個的改變 就是 今天你留意到 那個的 租金的飆升 地產商怎樣來帶去 壟斷了那個的市場 而公共屋邨 那個的 起 就是要建立公共屋邨呢 其實是遠遠趕不及 現在需求的人數 那 而 這一季裏面說 會 再找地 來起樓 但是 找得來 起得來 已經是幾年之後的事 再加上 就是 每一日 有 至少 百五人 從國內 下來 但又不是由我們去 因選的 所以你想到就是 那個 那個的 貧窮的人口 呢 梁振英 講得很清楚 是沒有可能 消滅的 或者是沒有可能 來剔除的 完全剔除 但我至少 期望政府 能夠有一個的目標 幾多年之後 我們 減低 那個的 貧窮的 比例 去到哪一步 如果我們 連目標都沒有設定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可以怎樣 去做事 那 好了 剛才我說 所以制度是很重要的 而這個制度 亦都是由 立法會 裏面一些的人 去把關的 那 如果 把關不力的時候 往往 其實這個問題 又繼續下來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 制度上面的改變 那 而旁邊的人 當然 不可以就手 旁觀 教會 個人來講 我們 可以 做些什麼 呢 那 教會 其實都 有不少 做著一些工作 譬如 我們 見到 有些人 有一些 糧食銀行 或者 會收集 一些 市場上面 街市裡面 他們 賣剩的東西 然後分發給一些 的人 在我們同區的 教會裡面 也都會有一些 很便宜的 就是 飯餐 是給一些 人享用 那我們用很低廉的價錢 10元 或者15元 那就可以 在教會裡面 享受 這個 五線 其實就是 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教會裡面 可以來做這些工作 那當然 這個是要付代價的 那教會的錢 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 弟兄姊妹的奉獻 在《二佛所說》裡面 很清楚說 作為一個記錄圖 我們的工作官 很特別 除了賺錢 可以自己來享受之外 享受是應該的 但是 也都有一個 的使命感 就是幫助 有需要的人 《二佛所說》很清楚說 是從前偷竊的 不要再去偷竊了 我們要親手做正經事 以至我們有餘 可以幫助 有需要的人 這個原來是基錄圖的工作 一個使命感 就是我願意 來到拿 我自己的收入 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如果每個基錄圖 都能夠有這樣的信念的時候 然後 教會也都去鼓勵推動 即是弟兄姊妹 關心這些赤貧者 那這個 其實 就會減輕了 他們那個的需要 另外就是 我們不可以 只是顧著自己 那個的享受 在阿摩斯書那裡 我曾經都引用過 一些的人 躺在 象牙床上 喝大碗的酒 來去吃肥牛 甚至 來喝酒作樂 他們賺到錢 這樣享受 是絕對應該的 但是 神透過斯責備他們 他說你們卻是 沒有為到 弱失家的苦難 來悲哀 即是你只顧著自己 享受 而輕忽了人的需要 而 塞住憐憫的心 這個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所以 我們要去 反思 再引伸回去 上次所講的 如果我們很渴望 打大風 以至我多半日假 或者一日假休息 而我們沒有想到 這個風帶來 這麼大的傷害的時候 都是同樣的道理 聖經很著緊 叫我們去關心人 當你見到人 赤身露體的時候 你不是去祈禱 你有件衣服 就給你衣服去穿 見到他們來有飢餓的時候 你有能力的時候 就給他們去吃東西 而不只是跟他們說 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在馬太君二十五章 亦都很清晰的 給我們看到 在末日的審判裏面 不是我們講幾個堂道 而是你給一杯涼水 一個小子來喝 你給一件衣服 一個赤身露體的人來穿 這個就是愛心 就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就會得到賞賜 所以教會 其實需要的就是 推動 我們要折檢 我們要過簡泊生活 但簡泊生活 不是把錢 留在自己的口袋裡面 而是有能力去幫助別人 當你有能力幫助別人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祝福 詩篇很清楚說 當我們來幫助貧窮的人的時候 我們的主就會來祝福我們 當我們有困難的時候 會幫我們度過這些困難 所以我們自己要努力 那當然最後我想說 貧窮呢 都要看回那個人 有些人未必一定值得幫的 可能他自己 亂來來花錢 亂來來投資 以至到他來赤貧 如果一些真的有需要的人 我們是絕對要去幫他 那更加重要就是 我們每個人心靈裡面 都需要有貧窮 Poor in the Spirit 在靈裡面貧窮的人 就是八福之手 所以求神祢幫助我們 我們懂得怎樣好一點的 賺取金錢 我們要好一點的 來看著這個制度 我們要從制度裡面落手 但是未曾完全改變這個制度的時候 就讓我們努力的 自己都能夠參與在扶貧的當中 都希望大家 特別是紀錄圖 在10月17號 是國際的滅貧日 也都推行著很多的教會 就是被收到一個邀請 在10月的時候 會去分享貧窮的訊息 就是怎樣去滅貧 而我自己也都會在10月第三個禮拜 在我自己的教會裡面 來帶大家去分享這個課題 我會有更多的資料 但無論怎樣 希望我們自己 能夠脫離貧窮 但我們都能夠 可以去幫助一些有貧窮 困難當中的人 10月第三個禮拜 都為我這個預備 來有討告 祝福大家 那就請問我 我會有機恥 多謝 我會有機恥 真的嗎 我會有機靈